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6月15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字四字 主题是 神博当紧守的命令 现在先读经文 奉我们救主神 和我们的盼望 基督耶稣之名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乐 写信 吸那恩信 主作我真而止的提摩太 同的家谱 这等是子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纳的章情 当我今日密上这段经文的时候 使徒保罗吩咐了提摩太 仍然要留在以弗所 最主要目的 最主要目的是祝福他在教会里面 作为一个牧者 传道者 应该紧守 应该听从的命令 就是他要在神的家里面 去祝福当中的基督徒 或者自称为基督徒的 要留心的事 认为 使徒保罗是一个从神 领受生命托父的仆人 在第一节 说得很清楚 他说他是受了基督耶稣之命 作使徒的 所以保罗在信仰上 因有共同的心 信心 所以 和提摩太虽然没有血肉的关系 他因信主 就有属灵的关系 提摩太成为他的后辈 属灵的真儿子 所以使徒保罗 在主的面前 印着这个的职份 领受基督的命令 同样 他就将这个命令 都交托给 同样在神面前 领受 牧者 传道使命的提摩太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很明显有一个主题 就是说神家里的神博 应该紧守的是什么命令 使徒保罗说 祝父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要传二教 可想言之 司徒保罗作为神的仆人 劝戒 同作神的仆人 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在神的家里面 应该要很警醒 警醒的就是 留意神家里有没有人传二教 传神不喜悦虚方的道理 传那些不合乎正确真理的教义 因为凡是传二教 二端 离开基督福音真实道理的人 他们都是可乎的 成为教会里面的和害 并且最终不能够显明神的心意 不单止不能传二教 二端的学说 保罗说 更加祝福他们 同样不能听从这些 荒谬无憑的话语 不单止要主动禁止那些人 不要传二端邪说 更加作神的工人 要留意的是 謹守自己 不要去听从这些 荒谬无憑据的说话 因为这些根本没有真神匹脚 亦都是虚妄 没有真实荣耀的说话 神的工人 不要听凭这些话语 免得自己都追随了 这些虚荒 没有真实凭据的说话 另外的是 都要留意 祝福神的工人 没有听从那些 无穷的家谱 当时有人 为着争论自己的家谱 或者在家谱里面 去不断的转眼 但是这种的转眼 只是因着无穷的家谱 这种的特点 这种的转眼 是无日无知的 而且是没有真实 最终得着建立的好处的 所以 保罗就说 这三件事 这等事 只深辩论 不能够发明神 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意思就是说 当如果神的工人 没有好好去禁止 全异教 这种的情况 又或者 竟然听从了 那些荒谬无憑的说话 甚至去讨论那些 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情 就没有一种真实 确立的准则 每个人 都有他们自己 着重的思维 却没有真理的特点 不能够统一出 真理的理念 所以 他有他说 他有他说 不能够归纳出 最终 发表 神在这个信仰上 所建立出来的计划 像情 可以逆做计划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些什么 我们思想些什么 我们追求些什么 总会带来两种的方向 一种就是 继续发生很多不同的辩论 得不到美善的果效 同时不能够去 显明出 神在这个福音的信仰上 所表明荣耀的计划 和他美善的旨意 所以 按照这个 教会当表明 神在福音上 所建立的信仰 是何等的荣耀 是何等的美善 所以 我们就要尴尬自己 不要传异教 也都没有追随 听从 虚妄的话语 和无穷追尋 不能够得着真利益的那些家谱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真知道 神家里的仆人 要何等的谨守自己 为神 为神家里的圣徒 谨守自己 目的只有一件 就是在自己的信仰的理念 发表的过程之中 能够按着真道理 显明出 神在这个信仰上 福音里面的 确立上 表明出 神的美善的旨意 和旨意当中的荣耀 将神在这个信仰上里面的计划 荣耀 美意 展现出来 因此 作为神工人的我 要为自己好好祷告祈求 按着这段经文 成为自己 常常信仰上的提醒 而盼望每一位的信徒 既然明白这段经文的重要性 就会在祷告当中 为神家里的工人 好好的祷告祈求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主 因为我们领受了同一的真理 当我今天 灵修完这段经文之后 就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啊 感谢你 值今天的经文 使我知道神的工人 在神的家中 当如何地 谨守主所托的命令 使神家里的圣徒 得到正确的真度目标 为了正确地认识 神在教会中 要建立 纯正信仰的旨言 从世界以来的异教 从世界以来的异教 虚假的学说 和虚妄的荣耀 都不能容许进入圣徒的心灵 因为这必择外圣徒 活在世上 表明神福音中 纯正的信仰的计划 和美意 天父啊 因此我要切切的仰望你 愿你保守神家里 每一位蒙照的传道者 使我 在你的真度中 被光照 谨守主的命令 好使我们每一个 作神博的 都尋求真实的 和荣耀主名的 使神家中的儿女 都在这真度中同生 可以在信仰的生活中 彰显神福音计划中的荣耀 和美意 祷告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了 愿主的话语 保守我们 远离虚荒 追求真实 好叫我们的生活 彰显信仰中 神荣耀旨意的 章情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